她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整天小心思不断 现在要去当飞行员 跟我开始异地恋了 我怎么能放心 她每天训我 训得跟小朋友一样 每次吵架我都让着她 对她百依百孙 她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她对所有的女孩都特别好 甚至还跟前女友有联系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正常联系而已 是她想的太多了 她说的她自己都不相信 我怎么相信她 现在要么是她留在我身边 要么我们就分手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廖 24岁来自贵州学生 女嘉宾小谢 23岁来自贵州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了 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出去玩 她发现我也正好在那儿喝酒 她就来找我玩 不是 你们在哪儿喝酒啊 在老家 酒吧 你在酒吧喝酒 她去了酒吧 酒吧偶遇 对 然后就好了 没有 然后她就等我们回到天津以后 就追我们 老乡在天津读书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我明白了 小片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啊 要当飞行员了 对 好啊 去啊 但是她现在不放心我嘛 她说咱们一地 她说我现在就 总和女孩关系挺好 她不放心我 你喜欢飞吗 对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那就飞呗 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天津和她吵架 干嘛呀 她又是去当飞行员了 然后我要考研 然后我考研究成以后 我俩肯定就异地了 我觉得异地以后 她肯定不行 就是现在我们俩天天 她在一块儿 她都好多这种花花肠子 那等到一来地以后 我还怎么好好学习 就天天想着她 和这个女孩聊天 和那个女孩出去玩 不是 她现在 怎么个花花肠子呢 小片里面好像 我记得听到一耳朵说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这样 是你说的吧 对 她在眼皮子底下 都干了哪些事 就一开始 反正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觉得都挺好的嘛 她对我也很体贴 结果后来再一块儿几个月以后 发现她对所有女孩都这样 给人拿快递 送人回家请人吃饭 然后在八月豆腐 说我俩在家的时候 她还和女孩出去喝酒 喝到半夜 那天我还在生她的气 生她的气 她大概下午七八点 去和那俩女孩 三人出去喝酒 喝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她想起来我生气了 然后过来我家楼下说 你下来呗 那我那么生气 我不可能说我就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您知道吗 她走了 她走了 而且您知道 她走去干嘛吗 跟女孩接着喝酒 没有 她去送人女孩回家去了 那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 这都散了 还专门跑回去送人回家 这些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姑娘 看到手机 真的 是 你没干什么 乱七八糟的事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了 假期的时候 我们是以前高中的同学 假期约了出来一块喝 而且之前也有男生 只不过提前回家了而已 然后最后就剩我们三个 就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不让她去飞吗 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呢 她一群人可好了 她好多好多前女友 和人家那关系还都特别好 怎么个特别好 其实分了以后 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微信怎么还在 人都没说过话 没联系吗 你借钱给人那事 你说一下 说吧 那不说也不行啊 你这到这儿了 你完全是那个 这就属于那个 带着证据来的你知道 你借钱那事你说一下 他其实把它翻译过来说 你把借钱给你前女友 那件事的前因后果 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这事已经不用说 我们知道他把钱 借给前女友了嘛 你就详细细地说一遍吧 就有一天我刷朋友圈嘛 然后看他发 他差一点钱买东西 然后我想着正好 刚发生活费嘛 就转给他了 就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当成一个正常朋友了 就他发了个朋友圈 说我缺钱买东西 差一点钱 你就把钱转了 对 没有当前女友了 就正常朋友嘛 我差点钱买东西 说咋不给我转钱呢 就给人转 咋不天天在一块 怎么没钱 那那天我 在一块给他转钱 不是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发他手机 哎 手机 就没有三 聊天记录的习惯就 倒是谈的 你没钱你跟他说他给吗 我不会跟他说我没钱 人家也没跟他说 人家就发条朋友圈说 我最近缺点钱 怕给人把钱转过去了 我一天暗示你那么多遍 不见你给我转点钱 不是 我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看他的记录吗 他在这记录里面 除了他前女友说缺点钱之外 还有其他朋友说吗 好像没有 没什么人找到这 其实要是有科学性的话 应该看看其他人这么说 他转不转 你像我们要这么说你转吗 应该不会吧 好 你像左老师那样的美女 要是说你转吗 转 你看 倒是坦的 所以这就是女孩担心的地方 是吧 可是你喜欢的不就这么一个男生吗 就是我俩每次一吵架 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他就还还是挺体贴的 而且就认错认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虚心地认错 但是坚决不干